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萬迷早安節目 今天第一節會繼續跟大家說一些相關的轉會消息 有球員有機會我們買進來 我們放手球員也有些新的消息 說這些轉會消息之前 首先要多謝兩位朋友 Yob在Superthanks請大家喝奶茶 多謝支持大巴 另外一位朋友在Superthanks 彥鋒兄說 支持青木復出 支持他女朋友的決定 他女朋友也給他機會 我覺得應該給他機會 在這個留言裏面大家也討論了很多 我知道 Greenwood這件事對萬連 因為他復出 又踢得到的話 對於萬連實力差很遠 但相反來說 亦都有很多 其實未必一定是女士 亦都有一些朋友 關心會不會造成一個壞的例子 這個討論 我覺得是不會完結的 所以 昨天有一位朋友 都在IG那裏 DM 他就說了很多關於他的意見 我都跟他說 有一點我很同意他 這件事實在太大了 我們球會的公關團隊 根本無法處理 所以拖了那麼久 當然 公關團隊也是聽老闆說的 可能老闆也舉起不定 所以 又要再延遲了 究竟什麼時候 Greenwood 才有一個了斷 我不知道 卡里簡尼終於有一個了斷 我們都不需要再說他了 因為他已經是德甲 但是 為甚麼最後也要說一點點 因為 我們的領隊坦克 在記者招途會被問及這件事 我們看看坦克怎麼說 坦克就說 我想我們不會 深入說這件事 或是給他一些意見 當然不關他的事 但是他說了一些 他說 我們也是專業的 我們這個程序是非常小心去做的 我們是想了很多東西 才最終決定 追逐誰轉換目標的 我們不是突然間 無離頭 就想著 買誰買誰 這是一個策略的 我們每一個決定都是策略的一部分 我們現在很開心 我們現在是Scott 他們也支持大家 我們選擇 正前鋒 我們現在 選擇了 也很開心我們的選擇 哈利簡尼當然是一個 很勁的前鋒 是一個入球者 但是 他也是 在很多不同的情況之下 發揮到他的能力 在一個 前鋒方面 你是需要看到的 他說了一句 對於英超來說 肯定是一個損失 OK 除了哈利簡尼 終於去了德甲 但坎克也告訴大家 我們的轉媒在現在 坦克來了之後 是有策略的 我不知道 他來之前是怎樣 因為他也不知道 但是很明顯 這兩年 去年上一個轉媒槍來到 到現在 我們每一個收購 都有些原因 不是亂來 抽起根 就來 另外 說了又說 昨天我們下午看球賽的時候 幾位拜託都說 哈利簡尼一去到德甲 只要註冊到 就已經拿回 超級杯 誰知道 有時的東西 說真的 我不是說哈利簡尼 不過有些球員 是以拉命 當時是否有個車仔 我的球員叫 波力克 去到車仔 令車仔成為三亞王 我不知道哈利簡尼是否 我不知道 但是很明顯昨天的Super Cup 他真的註冊到 真的上陣了28分鐘 但是拜託沒有 就輸給來比錫 3比0 所以呢 我記得之前討論哈利簡尼的 有朋友就說 喂 Joey 他說曼城拿英超的機會 比拜託得更大 真的 不知道是不是 不過 拜託這幾屆 開頭都開到不知所謂 但是最後 是其他球會 跌回了冠軍 今年又會不會這樣發生呢 就看看哈利簡尼去到的變化 OK 哈利簡尼真的說到這裡 我相信不會再說他了 因為德格我們都很少說 說回我們 之前就說右閘 又中堅又右閘 世界杯冠軍法國的Pavard 就說曼聯就已經接觸了拜仁 關於Pavard 但是 拜仁就未被綠燈的 但是好像昨天所說 Fabricio Romano都說的 好了 Pavard是很想走的 亦都很想走新的經驗 他的合約 只是到了2024年 只剩下一年的合約 老實說 如果曼聯真的出了那麼多價錢 拜仁實放 不用想 不過我始終擔心 第一 剩下一年的合約 他年紀都不小了 值不值得 給多錢去買他 第二 拜仁能賣走的球員 我們就拿了幾次了 這個真是我 深刻印象的泰國 所以始終 都有點擔心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另外 廢特也正式離開曼聯 因為 甚至於曼聯的官網 曼聯的官網 已經跟 佛倫巴士達成協議 而廢特 亦都 弄了一個廢虎之言 他在他自己的Twitter上這樣說 多謝所有事 曼聯 今天是其中 我的 職業生涯最 美麗的一個時段 的終結 我 就夢想 穿著這件 球衣 世界上最大的球會 和他一起上上落落 我相信 我 就算大家怎麼說也好 我永遠都會比我最好的 無論是 訓練時間 或者比賽 這個五年 在曼聯的五年 真是一個 好像夢幻 不止我 對我家人也是 我永遠 都會很感恩 有這個機會 最後說一句 Forever and Red 即是他永遠 都是一個 萬聯人 OK 我亦都覺得 阿廢特老實說 他真是做了他 即是 盡責的 有時的事情 他始終有個能力上的不夠 這個我覺得 不可以怪他 是不是 雖然很多人說 他真的不像一個巴西球員 沒錯 他腳法方面 或者 在全球方面 真是未必 但是他在死前爛打 和搶回球回來 他真是有一手 我自己覺得都是多謝 阿廢特對我們的貢獻 希望他 去到菲林巴治 繼續踢好球 另外 就有兩個球員 離開的情況 首先說了 帕利池 帕利池 川迪 真的很有興趣 借他回去用 因為 川迪 川迪 那個領隊 也是這樣說的 他就說 佩利池這個名字 其實 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很高水平的 他接受這個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是一個萬元球員 他對比爾巴奧那場星期那場球 踢得非常之好 這件事 反而 令到我們遭到他的機會 難了 我可以告訴你 我們現在能夠做到的話 希望 繼續跟他的經理人談 亦當然同一時間 希望 看看萬元的領隊怎麼看這件事 說到最後的話 都關於錢事 我們 本身來說 如果買 我們不能夠 能夠付出那麼強的球員 所以 希望萬元可以 合作一下 換句話來說 他的言下之意 借那裏除了 坦克會不會保留他 在萬元用 這當然是原因之一 因為阿麻仔受傷 何龍又未能踢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專門的領隊就說 其實租借那裏都要有租借費 要負擔他們的人工 看樣子 他連人工都未必負擔得起 所以 這件事 我想站在柏里池的立場 雖然 他本身就說沒什麼所謂 去哪裏踢 最主要有得出 但是 他當然心裏希望在萬元有機會 有時球員的事很有趣 有時機會說來就來 究竟阿麻仔的受傷 會不會令他留下 因為他自己也試過一次留下了 但是因為那時候是他受傷而留下 基本上就沒得出了 但是現在來說 他的季前賽踢得這麼好 坦克怎麼看呢 不過他最大的麻煩之處 就是他的踢法真的跟坦克的踢法 是多不一樣 那麼這件事 坦克會不會因為他 而他改變了踢法呢 這個就真的要再看下去才知道 但是 我自己真的挺喜歡 這個球員 因為肯打肯捱 還有真的有些速度有些技術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好了最後一個 今次要說的就是這個 雲迪壁 雲迪壁情況就不太樂觀了 因為Mundo Tipo Tipo 這個媒體就說 蘇斯達那邊 因為是西班媒體 蘇斯達那邊 王家蘇斯達那邊就未必再談了 因為他們比較有興趣 一個叫做 阿蘇斯達那邊的球員 的球員就是 達南 莫斯科的球員 所以如果他們引入了那位 俄羅斯的球員的話 他們就不會再跟文迪壁談了 始終呢 我覺得 季前賽雖然說就說未必很有用 但是你看到 季前賽表現好的派利池 走的機會 或者有一個 更加多 非曼聯的機會 但是 相反 雲迪壁始終在季前賽 都不是表現得很出色的話 就令到他 想離開曼聯 都比較困難 而且這三季他來到 除了狀態不好之外 也有很多受傷 這件事都令到我相信 無論是想外借 或者是想買他的球會 有一點點卻步 所以我也是說一句 雲迪壁也是一個好球員 他和曼聯的緣份就應該盡了 看看他能否找到一個好的地方 可以繼續他的足球 這次是這裡 多謝各位收聽收睇 拜拜